可以不用,但是沒有 拯救貓貓大型貓 打日文但經一步倒沒什麼用 這麼大就好了 沒問題,可能是敵人 再敵人 啦,不,我看過 不,是我的死 就算了 他在放线这家伙 谁会死的 可惜 但是他DF都叫 還行可以接射 而且這波是個回推線 騙散可能會有一個結果 他還不走啊哥們 他想拿命把的先推進去 結束 這個是主包的容錯 超級沒事 因為那波先推進去本來就是會回推的 你宰了之後他那波還是有個綠血 就是瑞文拿綠血可能對我來講損失是有的 他比如28刀回家的話 十字搞 差不多 快刀了 這渣戰你在幹嘛 日文很難頂 傳送削的沒錯 這都傳送學的沒錯誒誇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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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誇 疑似有点点火 没拉回来 难搞 想看新皮肤,等出了再出了 五一三刀 这角度都能走 建模W我操太幽默现在 回推线还不快推,我要到线上你线要被卡了 你们知道就是有人败在哪吗,他就败在他对冰箱处理不好,很多人会会用点火,但是他这个线卡都不是 我曾经有另一个名转 如今 我们是 爱 你 我曾经有另一个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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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曾经有另一个名转 我就这么不GB 在数据 当你是一伐一伐一伐个人 啊 這是為什麼主包的劍魔怎麼打都打不爛 怎麼會發現他沒射 他不管殺了我還是沒殺我 那是我殺他我平常都很喜歡 劍魔推塔其實速度還可以 他能把小兵快速的清完 然後用自己的平衛配合小兵 很快的把這個防禦塔的肚神消耗 我們這裡拉一下兵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技巧 你這樣拉一下這個仙子直接過來 我這樣會出現這種兵多大兵燒的情況 我們這裡一分鐘啦 一分鐘啦 如果 一個體力就好 我們盡量這個時候不要 不要出太多問題 他其實虧那麼多兵就是因為 他每一波都做好 然後限一空你看就死了 然後他一死 對吧 然後他復活的時間 然後把身體復活到 這就是他帶火他 但是他平衡不了的一個兵線 一個很大的劣勢你看他死了 從這裡機率好 對吧一下就兩級的差距 三十刀兩級就是因為這兵線回去了 其實這個跟傳送點火沒什麼太大關係 就是你無論是戰鬥死之前 就是你死之前 或者是你回家之前 你的下一波 一定要比上一波你的兵線要舒服 就最差的情況是平均 你不能被控 這個是一個 一個底線 你看他每一波出來這兵線都是被控 所以主播有的時候 你哪怕你玩上單 你被人單殺人 但是不可以 他就是在這裡 你懂為什麼 你被單殺 但是你很賺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這樣耗血他是頂不住 他耗了耗了兩波就死了 殺他這兩套 我決定是失敗的證明 他剛才那裡只能往前閃 他躲不掉我的瞬發Q2就死 這很更常 你看他又死了 而且我還沒有用體力 這8級我死了 還是兩級的差距 然後他每一次死 對方每一次死 最爆炸的情況就是他一死 現就進塔 他吃不到 然後對方還能吃他肚層 那你說對方他能吃你肚層 他現 他怎麼可能沒吃完嗎 對吧 你每一波都被這樣搞 每一波都這樣搞 就波波都被這樣搞 你頂不住的 然後我們這邊再拉一下 拉一下就先又過來了 每一波都這樣吃 很基本的 他也心中 不過不是一個級別的 攻線 空線的攻線還真的是這樣 但是這種東西怎麼講 他是攻線 那至於你怎麼空 他就是靠你自己來 然後這裡我們的萃取也打完 萃取打完 OK 直接把他這個推進去 然後你會發現我的防禦塔一滴血沒掉 對吧 這隊伍好像也有點操作 但是為什麼呢 就是對吧 他的兵線的問題太致命 這裡克2是不是死了 被硬屏A死了 這組會想來嘗試一下 然後這裡我們踢一個原則兵 他已經懵了 不知道怎麼殺我了已經 他這很愚蠻 一般上單完成這樣就是倒心破碎 就是你們玩這個遊戲上單不要去計較說到底殺沒殺 或者被對面殺或者你殺對面 你計較這件是沒用的 最直接的就是兵線 最基本的就是兵線 就是你的 你的所有的 上路的這個玩法的體系 他都是 按照這個兵線來勾住 你只要有兵線 你幾乎你很多的這種 打法什麼都可以按照這個勾住 炸彈人吧 這個雙盾不太行 有個炸彈人過來就沒辦法 這裡是跑不掉的 不是瑞文有技能壓力 是他這個英雄就是這樣子 他這個英雄打劍魔就是這樣很難打 超人不好打的 謝謝 我們這裡可以去下路 這把我看一下 這把我們出水陰石 不假設就不用出 晚上好好打黃瓜 炸彈人挺對的 哇 伊塔是我們拿 炸彈人跑上 這把有點危險 危險 把他下一塔拆 沒事幹的時候就好是邊線帶 做一些有把握的事情 上路是個回推線 要多看地圖你就知道這訊息 日文還下 日文還下 他看到我怕了 他在幹嘛呢 這日文還沒老死 他看到我怕了 Q3撞牆 對面緊張 緊張就會有失誤 還不走 他不想玩了已經 他已經知道炸了 他已經知道這把就是 很難那個了 有沒有連招 有沒有連招沒固定 就是你得培養自己的距離感 這個距離感就是 你打反手跟進攻的距離感 只要能 給自己的進攻留有餘地 而且又要 在對方比如說 進攻你的時候 你有一定的就是 不講的就是你要牽扯對面 拉扯對面 距離感很重要 不講的就是 對面感是建模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沒有這個東西 打很多英雄都打不出來 這英雄不像是 四皮剪輯裡面那種 開個大招三張球 都給全全殺了 這把我一次不死都超神 這把是一併超 對面去打小龍 我們來個反向的 這把就放了 給他們高地撞 對我想要買什麼 我們撞龍牙不如帶撞龍高地 這就把這原裝失誤了嗎 這就把這原裝失誤了嗎 Go 大弹NTP 我買錯了 其實應該買分天,買分天這些無敵人就倒一個 兩段Q給小路打清一下 日輪不太猜 又挑,又在這挑剔 其實日文不是菜,你要說菜這個東西他範圍很廣 你是說他連招菜呢,還是遊戲理解菜呢 當然這個菜也不一定說真的菜 他菜嗎 他好像又不菜他又給我單殺了,你說他不菜嗎 但是他被卡的冰箱好像遊戲結束了 那他菜了嗎 他真菜了嗎 他很菜嗎 他好像又不是很菜,你說他菜的確實給我殺了 他真菜了嗎 他真菜了嗎 他沒法說嘛 他真菜了嗎 他沒法說嘛 他菜沒菜 真菜了 他沒法說嘛 主抱歉,我怕什麼,我什麼都怕 他沒法說嘛 沒死 哈哈哈哈 還行還行 主抱怕卡,抓狗 差不多